外場監視器拍下突然一陣狂搖 店員手腳超快 趕緊逃離貨架 外面的民眾被震了好大一下 嚇呆不敢動 我拿著動 動一下 再動一下 動一下 到南口 我聽到動一聲 第一下它是有證明 然後看來就有警覺了 突然強震來襲 貨架商品被震到掉下來 地震持續好幾秒 還是上下晃動的 震一下玻璃杯也碎光光 目前的一個初步判斷來講的話 它跟這個所謂的嘉義前沿構造 應該是沒有太直接的一個關係 那也就是說 這邊可能是存在了一個 我們還不知道的一個盲斷層的構造 29號下午嘉義連續兩個地震 正樣都在太保市 規模分別是4.9跟3.6 深度只有1445公里 屬於淺層地震 還有可能是未知斷層 高雄則有意外停電 水煮香沒氧氣 民眾在自家還得摸黑找路 居然是台電線路又出包 29號早上高雄人武4000多戶 沒電可用 還有大叔區中午也被斷電 不明原因雜草起火火燒到電線 這才出事 1000多戶瞬間斷電 這天氣很高 那天啊 10月10月 有到那個電話 退到的 像發電呢 聽到兩聲的爆炸聲 上有261戶停電 停電冰箱食物差點爆銷 大部分都已經恢復供電 正在搶修中 連續兩陣驚呆人 民眾抱怨居然沒收到警報檢訊 四年一遇的229 過得可真 驚心動魄 記者和郭文劉士智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你鎖定 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